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登场的是古石人在埃及所建立的古石王朝 当时亚树的实力坚强 所以古石王朝也开始积极地想加入他们壮大自己的势力 不过天父的心意并非如此 所以就透过以赛亚先知来劝告古石 亚树现在虽强大 但他们很快就会败亡 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十八章 以赛亚书第十八章 爱 古石河外 翅膀刷刷响生之地 拆遣使者在水面上 坐蒲草船过海 先知说 你们快行的使者 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 自从开国以来 那民极其可畏 是分地界践踏人的 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 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 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 你们要看 吹脚的时候 你们要听 耶和华对我这样说 我要安静 在我的居所观看 如同日光中的清热 又如露水的云雾 在收割的热天 收割之仙 花开以蟹 花也成了僵守的葡萄 它必用镰刀 削去嫩枝 又砍掉蔓延的枝条 都要撇给山间的稚鸟 和地上的野兽 夏天 智鸟要塑在其上 冬天 野兽都握在其中 到那时 这高大光滑的民 就是从开国以来 极其可畏 分地界践踏人的 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 他们必将礼物 奉给万君之耶和华 就是奉到西安山 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 当时亚树的强权威胁 让许多国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大家都派遣许多使者 到邻国去洽谈 外交结盟的可能性 好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尼罗河流域上的船只 来来去去 吵吵闹闹 但是天赋却很安静 他作王掌权 以智慧调动万有 并且仔细聆听 信靠他的人的呼求 亲爱的朋友 你是不是也常常 像是一刻也不得闲的小蜜蜂 忙来忙去 一堆烦心的事 却还是理不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鼓励你 回到天父的面前 安静片刻吧 先安静 并且专注祷告 求天父掌权带领你 相信这是最有智慧的一步 天父也必垂听你的烦恼 回应你的需要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在忙乱中 赐给我安静的心 并且带领我的脚步 让一切有条理 有秩序 更有你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闷 祝福你有颗安静的心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